知名气功大师李凤山在台北市立水街的养生会馆被人家检举是违建 台北市政府查报之后确定他真的是违建礼拜五要拆掉了 位在台北市立水街的美门养生会馆被民众检举有大量违建 业者拿出改建之前土地残破不堪的影片大声喊原 压强他的主体结构 因为他整个里面跟外面其实坦白讲都是已经腐朽到相当的一个境界 所以在加强他的结构的时候坦白说不知道整个我们的加强的过程 有些部分是属于触犯到法律 这块土地原本是台铁老旧宿舍荒废了十几年如今改建成李凤山养生会馆 李凤山是国内知名的气功大师 1989年创立了美门一气流行学院 曾受邀到警政署刑事局等政府单位教授气功武术 还曾获世界传奇人物卓越先锋贡献奖 全台共有12个教学会馆数十万的门徒 而正在新建的台北总管现在还没完工可能就要面临拆除的命运 今年的9月28号查报 那我们预计在12月10号是故宫排定进场拆除 我们一定会在他之前去做把这个地方圆满 该实在该拆该处理的 我们还是会按照这个部分来做合法化的一个处理 业者还拿出社区优良邻里的奖牌 想证明他们是优良邻居 也找上议员陈勤 希望盖到一半的会馆 不会被拆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定心 台北报道